哈囉大家好,我是KK 今天KK要來吃這家 夠夠的 因為上次我們吃那一家嘛 那麵夭 那我們想說這次來吃夠夠的 這家比較平價的放飾料 就在那個冰城市場旁邊而已 就是從冰城市場那邊是Catina嘛 就是從那巷子走進來 直走就到了 就可以看到這一間 非常的好熱 那想說今天 就剛好有時間就來吃一下 因為這家平價 朋友吃過平價就還不錯 那想說自己之前沒有來嘗試過 就來吃一下好了 那我們今天就去吃看看吧 都幾歲了 來吃這家法式料理 平價法式料理 那這邊還有主菜 看一下要吃什麼 然後就來點個鴨胸肉 這個 然後這邊又 酥有雞有牛 有鴨 還有 淡菜 然後這邊還有甜點 起司 然後這邊還有火腿 拼盤好像什麼都還在 還有烤甜蜜 看起來不錯 可以讓大家吃吃吃看 然後這邊是飲料 然後這邊是飲料 然後這邊可以吃吃吃吃看 有餐擠 還有餐櫥 就已經吃到餐櫃 然後便宜了 我吃吃看 那這邊就有餐櫃 你會去買一家 你會吃吃吃吃看 我看你的餐櫃 那有點好 你會吃吃吃吃看 我吃吃吃看 我吃吃吃看 你會吃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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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 好像是蠻甜的 我覺得我蠻加重的氣 還要辦得這樣子那麼over 那麼麻水稿這樣 所以... 真的嗎 不然可以把他放進去 還要辦得這樣那麼over 那麼麻水稿講 所以... 很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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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千萬間都很開心 王國鮑魚 馬山的高級鮑魚 雲川的高級鮑魚 不然會有海外的 哇 Connect 那邊問他是什麼 沒有番茄醬啊 這是真卡松 點的 扇貝來了 然後他會附送一個薯條 然後薯條就沾上那個 那個貝類下面的汁去吃 然後我們還要點一個鴨胸 然後這個是小馬鈴薯 然後再沾那個汁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法式烤蝸牛 這邊還有麵包 大家來吃吃看吧 拍到 吃吧 將將 拿出來了 耶 然後麵包我們沾一下那個 醬吃吃看 那這樣還蠻酸的 把麵包去沾那個 法式田螺吃一下 法式田螺吃一下 它是田螺 來吃看 嗯 那蒜頭味好香喔 然後就這樣 拿點那種像蒜 像蒜麵包的感覺 很方便齁 素手麵來就一個 好 那它夾起來就剛好 送入口中 好 我們來吃吃看這個 鴨胸肉 你看它鴨胸帶點粉紅色的 沒有煎得太熟 粉粉粉的有沒有 不知道會不會太老 先蘸一下醬 嗯 很軟 然後沒有什麼 太奇怪的腥味 那種肉腥味沒有 因為它這樣子的份量其實還蠻多的 就是你男生吃的話應該是覺得還ok 如果再配上一些side dish 然後沙拉甜點 這一餐這樣子夠ok的 這包馬鈴薯 旁邊馬鈴薯都炸得脆脆焦焦的 連皮一起去炸的 你有聽到那個素脆的聲音嗎 脆脆的 這奶油味好香喔 香蒜的奶油味 啊 所以這個應該是幾天MVP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它底下比較濃 底下那個汁很多 我來加看胡椒好了 還蠻可愛的 背後有三個洞 很可愛 炸雞 從它後腦勺 掏出什麼一樣 掰掰 其實它其實非常好 如果沒有麵包的話 還蠻香的 對阿 我知道阿 很軟 看瓜友很軟 應該是冷凍的吧 冷凍進口的那種 一定要冷凍阿 不然會壞掉 好 好 想說我們現在還有剩一些醬子 想說再加點一份麵包 不知道要不要錢 大家看看好了 剛烤好了還蠻燙的 那等一下用這個麵包 然後沾那個 蒜香 蒜汁來 配著吃應該還蠻 這還蠻好吃的 蠻香的 太好吃了 很誇張 現在我們點了焦糖 冰淇淋就來了 下面應該是泡麩吧 然後再來吃看看 這什麼 上面是泡麩嗎 這上面不知道什麼 它是有泡麩 泡麩然後裡面加冰淇淋 淋上那個 焦糖海鹽醬 鹹味的焦糖醬 先吃冰好了 那冰淇淋放在泡麩上 還蠻 焦糖蠻甜的 嗯 它上面的焦糖醬 差點熱熱的 熱熱的焦糖醬 你可以看到冰淇淋上面有那種 黑黑的一小點一小點的 應該是那個 香草籽粒吧 你看它黑黑的一點一點 總體來說 泡麩是軟的 然後焦糖醬滿甜的 有點微溫感 然後配上冰淇淋 冰冰涼涼的 但是還是覺得你太甜 嗯 我們這一餐兩個人這樣子點下來 就是65萬塊 可是它好像沒有加服務費 還有稅的 那現在實價就是65萬塊 兩個人應該還ok啦 平均的話30幾萬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那 喜歡可以影片就記得按讚分享 那就下次再見啦 掰掰